其实我就有一段时间是 爸爸因为他没有办法照顾我 那要外出工作 他自己已经发现 他自己没有办法照顾我 他自顾不暇 对 我那时候也不知道 就是跟着爸爸到处 只要找子相助 那后来爸爸他就离开 离开就是指说 他觉得他已经没有办法再照顾了 他就直接说我放弃你了 他也不跟你讲 对没有跟我说 那时候我觉得 最常做的事情就是 一盒彩色笔物 我就会每天一直画一直画 无止境的一直创作 就觉得画画是一件 对自己最好的陪伴 应该说生活上 虽然是很坎坷 但是心中是觉得有满满的爱 我觉得是因为外公外婆 很像爸爸妈妈照顾我 所以那时候就立定觉得说 我一定要当老师 因为我就可以照顾更多的人 我每次看到老师 一位照顾三十个四十位学生 我就觉得他们太厉害了 很有耐心 对要很有耐心 我试看看 我一定要加油 我一定要努力 大家好 我是艺术治疗老师 妮嘉瑜 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 用心深呼吸 谢谢